大家好,我是小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很多男人在追女人的时候都容易走进一个误区,以为表达爱的方式就是不断给他送礼物,或者每天都跟他说情话,没事的时候就缠着他跟自己约会, 其实现在的很多女人都不吃这一套,你给他送礼,他会觉得在你眼里他是个很肤浅的人,会认为你觉得他是那种几件礼物就可以收买的女人,你跟他说情话,你以为你会得到他的感动,实际上他会觉得你是个清场老手,套路完的特别溜,令他心深警惕,你想念他,想要和他约会,他会觉得你别有目的,如果他拒绝了你,你却不值收敛, 他还会觉得你是一个喜欢纠缠不休的男人,十分百好感,所以男人在追求女人的时候不要总是循着前辈们的这些老路走,你这样的做法其实只是在一遍遍地提醒女人,你对他别有企图,他知道你对他的心意,但是却不知道你的心有多真,更何况大部分的女人都不止你一个追求者, 所以你不想点办法在他面前脱颖而出,那你很快就会被他淘汰,甚至会眼睁睁地看着他,投入别人的怀抱, 千千和男友恋爱长跑三年,丝毫没有要进入倦怠期的预兆,每一次见到他俩同框都能感受到他们之间粉嘟嘟的气氛,千千看着男友的眼神就像是星星在眼里闪烁, 千千说他的男友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完美对象,在一起的时候,他为自己做的每一件事都恰到好处,让人挑不出一丝错处,虽然在一起多年,可是看着他的时候还是会常常心跳加速, 这几件不起眼的小事往往让女人荷尔蒙被增,男人别不知,一帮他整理衣服,系鞋带,很多时候女人想要的宠爱就是这么简单,看到他的衣领没有整理好或者鞋带松了,男人可以靠上去, 为女人整理,在你靠近的时候,女人会忍不住为你屏息,当你云淡风轻地整理完毕,若无其事地走开时,女人就会有患得患失的感觉,仿佛有什么事情还没有做, 如果说你们的关系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你整理完可以痴痴地看着他,他会忍不住沉沦于你的眼神之中,也许还会主动地对你做点什么也说不准哦, 芊芊还没和男友确定关系的时候,男友就做了这么一件小事,然后被芊芊夺取了初吻 二,约会时主动帮他拿包,女人都喜欢细心的男人,他觉得那是被你放在心上的体现 如果说在约会的时候,他背的包包比较大,你可以体贴地主动帮他拿包,女人的内心会欣喜不已 很多男人都觉得帮女人背包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其实在女人眼里,这件事情一点都不娘计,反倒让人觉得非常温暖 芊芊出门的时候喜欢背大一点的背包,里面装着防晒,烹雾,补妆工具,水杯雨伞,还有一些小物件 虽然不算重,但是也有一定的分量,每次和男友约会的时候,他都会主动帮他拿包,每一次他都会荷尔蒙紧烹 有一种被男人深深宠爱着的感觉,他从来都没有质疑过男友对他是否真心 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男友一直坚持为他做这件事 三,他失眠时陪他聊一整晚,失眠是一件让人特别难熬的事情 一个人在夜里辗转不能寐,这个时候要是有一个人愿意陪着自己共度着漫漫长夜 无疑是会令人心生欢喜的,芊芊刚认识男友那会儿,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都很大 经常选熬夜,熬着熬着就形成了习惯,后来想睡的时候都睡不着 芊芊不想吃重眠类的药物,于是失眠的时候会在朋友圈里发动态 希望有同病相怜的人能够陪自己聊聊天 男人每一次都会陪着他,有的时候聊着聊着就会聊一整个晚上 芊芊曾为此事觉得愧疚,但是男人借口说自己也是睡不着 后来芊芊从旁人的口中得知真相,一颗心控制不住地剧烈跳动了起来 四,她不开心时想办法逗她笑,女人都期待能遇到一个愿意在自己身上花心思的人 那种被放在心里的感觉让女人难以抗拒 所以男人当她不开心的时候,你要想办法逗她笑,而不是想着要比开她 省得不小心往枪口上撞 你要是这时候逃了,任你后期再怎么努力,女人也不会轻易对你动心 芊芊和男友在一起三年,每一次不开心的时候,男友都会想办法去哄她 芊芊的家里堆满了男友从网上搜罗的稀奇古怪的物件 每一次看到这些男友用来斗自己的工具 芊芊都会忍不住荷尔蒙、北增,觉得感动不已 五,为她做一顿家常饭 也许这件平凡的事情让很多人感到惊讶 这不是很普通的事情吗?其实也不普通 众所周知,男人会做饭的不多 而且会做饭又愿意做饭的人更是少 女人一般都是在家里做饭的那一个 而男人则是负责吃饭的那一个 可是当两者反过来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 男人为女人做饭是一种关爱女人的表现 也是想表达给心爱女人说 知道她做饭的辛苦 往往这件不起眼的事情,确实能让女人感动 特别是很久才做一次饭的男人来说 这比送礼物要使用得多 高情上的男人也懂得这样做的道理 芊芊是家里的独生女 从小被宠坏了,自己也不会做饭 跟男友在一起 之后,男友就经常地给芊芊的母亲打电话 学了许多芊芊爱吃的菜 芊芊看到男友能为自己自己付出 心里觉得很感动 虽然男友没有多好的条件 但是在她心里,自己就是最幸福的人 男友也是她认定要度过一生的人 综上所述 这些都是让女人招架不住的 如果一个男人把你放在了心里 身边没有过多的异性朋友 还经常对你坏坏地做这些小动作 那么女人要紧紧地把她抓住 这样的男人真的很少了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